在娱乐圈当中呢 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的亲子档其实挺多的 比如说张国立父子成龙父子 常常都是一起亮相的 不过啊 圈中还有一些是沾亲带故的远亲 你可能并不了解 看好了 貌似八杆子打不着的两位大明星 其实真的是亲人呢 来看一下 好男人就是我 我就是曾小鲜 最近刚刚完成终身大师的好男人陈鹤 以为情形喜剧爱情公寓而被观众熟知 不过却很少人知道 陈鹤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导演表叔 陈凯哥 他是我的表叔 是我父亲的表弟 其实没有太大的联系了 会有人问我 为什么你不去上他的戏呢 我觉得还是要让自己更强大一点 然后自然而然有一天觉得 我还可以 那么能用 那么我就去 这样挺舒服的嘛 看来陈鹤并没有准备 借着表叔的东方打入电影圈 不过如果圈中有长辈保驾护航 那么星途显然能够更加平坦一些 2012年一部小成本电影《岁月无声》 吸引了蒋文力 故障为毛阿民等明星大腕到场 电影放映结束后 手持话筒卖力吆喝的居然是蒋文力 希望媒体的朋友们多多支持 帮我们宣传这部片子 要说这到底为什么 蒋文力的一句话倒破了原由 其实挺关照的 我觉得关照的不够吧 然后对啊就是这个小姨不称职 原来《岁月无声》的女主演 马思纯是蒋文力的外甥女 而马思纯的妈妈蒋文娟 还是蒋文力的经纪人 其实在娱乐圈 还有好些战亲戴库的关系 比如娘娘孙丽 就有个叫胡慧中的姨奶奶 虽然现在的观众可能不太熟悉 不过在80年代 胡慧中可是宏记一时的大明星 只是孙丽的奶奶去世的早 有一位隔着海峡 胡慧中在孙丽眼中明星身份 大过勤起身份 那时候你看我头发还湿的 是我妈刚才给我洗头 然后我叔叔说 快快快 胡慧中来了 滚了头一冲 其实头发还在打结呢 把泡沫冲干净了 然后后面一甩就去拍照 除了同在影视圈 明星跨界的亲戚关系也不少 演员张震的母亲 是著名学者余丹的表姐 所以张震得管余丹叫表姨 虽然隔着台湾海峡 但是两家走的还挺近 她应该叫我小姨 因为她是我的表姐的儿子 而著名作家张爱玲 也有亲戚闯荡娱乐圈 那就是台湾地区的 宗艺天后张小燕 张爱玲的母亲 与张小燕的外公是龙凤胎 也就是说张爱玲 就是张小燕的表姨妈 张爱玲生前最后一部著作 对照记中 有一张名为五个小萝卜头的照片 张爱玲在后面注视到 五个小萝卜头我在正中 还有个表妹最小 那天没趣 她现在是电视明星张小燕的母亲 此外曾经在电视剧 风神房里饰演中文王的 为其名是赵薇的唐舅 经济学家吴静莲 则是黄生衣的秦舅舅 在电视剧奋斗中 扮演陆涛母亲的张伟心 是李小璐的母亲 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吧 演艺细胞这东西 说不定还真是有家族遗传因素的哦 尤其的利益娱乐圈 其实挺小的编辑报道 看了这条片子的盘点之后 得感慨一下 好像娱乐圈里面 沾亲戴故的关系 还真是挺多的 也许这就是血脉里的一些基因 就把你引进了这扇门吧 没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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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